以及技術士的政教是古中集当中 吃牌科的一种政教 特别是进修部的学生 在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一面吃头肉 一面讨厌 在扣出的人都是警察官 包括南大高雄进修部三年级的学生 今年就三分之一的人 都扣出电脑软体应用的以及政教 其中够人为是来自外来的新主兵 因此结果技研的将来除了以及技官 也可做会给主心和问起合物 当军下的政教相当不简单 虽然日子要上班 没有家庭要照顾 不过这两位来自外南新主兵 为了完成讨厌中的忙上 在公司和出力人的机器 晚上是来到南大高雄进修部讨厌 三年来地就扣出以及 并且上几亚中的政教和进修 刚开始我觉得真的考一级对我来说 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因为有一些是国制的方面 有一些是不太了解他的意思 然后电脑也是不是很了解的 可是老师都很用心帮助我 然后我才继续然后努力 然后到最后 在三年之内得到很多征兆 特别是电脑人体应用仪器的征兆 我觉得这一点跟其他的外配来说 我可以增加去联系整体的很多实力 还有更了解融入台湾的文化 以及社会 在教育小孩子上面 我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拿到征兆了 耶 以及严重是国中计当中 最重要也是最坏口的一种政教 特别是进修部 很多学生在这时要够上班 必须比日后的学生 悉心够多休息的时间 不过今年 我们到高雄进修部三年了 所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都在到电脑转体应用 以及 我们说是非常不简单 就是觉得 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太累 但是就是自己的精神 叫我要坚持下去 虽然是一夜校 但是老师给我们非常多的资源 对 然后让我们可以拿到这些奖状啊 或是讨到一级丙级 或是各种的会计啊 门市服务那些都有 对 就蛮感动的 会来到一夜校的学生 家庭的环境可能不允许他在白天上课 那所以 比如说像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 他们很多在一年级几乎都是要放弃 在家庭跟工作跟学校方面的冲突 能够撑到现在 然后甚至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那 我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这应该是属于他们的荣耀 以及一般来讲 在高中里面拿到以及证照 就可以取得 传统过去所讲的保送的一个机会 那对夜校生来讲 这更不容易 那我们这次有将近20位同学 能够拿到这张证照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南部高雄进书部 近年度以及证照 通过的比赖是超过七次 三年那些学生 并且每一个人都有两兆的证照 为93学年之后 通过以及证照 已经超过335兆 并且近中间2400兆 后方也表现的结束努力 就有多少证照 提升学生未来准备的实力 记者刑事参谱 都 好